发动机机油油位检查 请于每天启动发动机前检查机油油位 用清洁白布擦拭机油油尺 确认油位是否位于上下克线之间,业位不够,请补充 发动机机油更换 发动机机油加注口有两个位置 请拆卸发动机底部护板,使用22号套筒单手松开油底壳底部排放螺栓 将机油排放到指定的容器内 请更换原厂沃尔沃发动机机油 请使用随机添加机油专用工具进行添加 添加后,确认机油油位是否正常 确认后,请安装发动机底部护板 柴油箱排屋 柴油箱排屋作业 请于每天工作前,排放燃油箱内沉积的水分和污污 油水分离器排水 请于每天工作前,排放油水分离器中沉积的水分 排水 排水作业完成后,请关闭油水分离器下面的排放法 柴油滤清器更换 请使用滤芯扳手,拆卸滤清器 更换沃尔沃原产滤清器 安装滤清器时,无需向滤芯内部添加柴油 在滤芯器密封圈表面涂抹清洁的柴油 当滤芯器与滤芯做基础后 使用滤芯扳手,紧固规定的角度 激动发动机后,确认滤芯周围没有柴油泄漏 抖晕